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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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我们尊敬的卢军红台长 为我们当场看图腾 很开心啊 跟大家能在一起啊 我还不知道小剧场还有这么多人呢 台长在这里啊 也是感恩他们 他们在小剧场里看的屏幕 谢谢他们 我们坐在这里的朋友们 佛友们也是谢谢他们 啊 付出啊 谢谢他们 曾经在国师圆菩萨 陆大长 请你帮我看一下一个1993年的 女孩子书记的 书记的 看到身上有没有灵性 19几几几年属的 1993年的 哦 这个小姑娘身上有灵性啊 我告诉你啊 经常不大讲话的 内心非常的 就是就是内向的一个小女孩 对对 我告诉你啊 而且这个小女孩 经常会讲一些怪怪的话 她现在身上有个灵性 我告诉你 而且影响到她的脑子了 对不对啊 对对 已经19年了 我告诉你啊 你必须赶紧给她念小房子 因为你打过胎 你打胎的孩子在她身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好给她念 那我要怎么 念多少张呢 要命 她怎么不知道的 嗯 我知道 我是一个刚学 刚学的 对 给你抽到号码了啊 那个这样吧 你这样 你先念21张小房子 好吧 每天大悲咒念49遍 心经念27遍 消灾吉祥神咒念49遍 然后能不能放生 再许个愿 我再放生 许愿的话 我女儿身体好了 请大致大悲关心 不要保佑我女儿身体好 我将怎么样怎么样 我至少要吃 不要吃活的海鲜 初一十五能不能吃素啊 难 只要连救我的女儿 我难 我听台长的话 我告诉你 你赶快把她超度掉 这女儿很多年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很可怜 她的脑子一会儿清楚 一会儿不清楚 对对是这样的 有救 我告诉你 生命是没有危险的 现在台长看上去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 如果你好好的念 她有个转机 不好的话 她彻底忘记 就是彻底就是 什么都记不住了 听得懂吗 如果你这个一年半 好好放生 许愿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她一定有救 感谢台长 我一定到台长都做 我做梦都梦到台长 打电话 叫我带我女儿了 只有这个地方 能够救我的女儿 对这是法生台长 还有告诉你啊 你边上的小孩子 也有问题 听得懂吗 你边上的小孩子 就是我的女儿 这就是女儿是吧 对 我还以为 另外哪个小男孩子 就是那 就是那 好了 没什么问题了 台长 她平时不大讲话的 几乎不大讲话的 台长 给她加持一下 让她马上讲点话 好吧 你不要讲话 她叫什么名字啊 她以前的时候 那个副口商是叫唐琴 你不要讲了 你不是你孩子 你把话筒放在她嘴边 你不要想 唐琴 唐琴 她现在改名叫唐晓琳 谁都叫她晓琳了 啊 晓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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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 晓琴 哎 你好不好啊 好不好啊 不好 你能不能讲一句话啊 台长就你讲话好吗 你讲话大家都开心了 你一讲话大家都会鼓掌了 晓琴好不好 讲吧 会不会讲话 会不会讲话 讲吧 观世音菩萨来了救你了 菩萨 谢谢台长 谢谢观世音菩萨 还有了 台长你看开心吗 你听不听台长的话呀 听不听台长话呀 有 谢谢台长感恩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没问题的他有救了 好不好 谢谢台长 好好念经啊 好谢谢感恩感恩国外师兄 给我这个机会 感谢同修给我这个机会 谢谢大家 谢谢观世音菩萨